喝酒不开车 为受伤小鸟 醉和叫车也要救 犹他州这几位喝醉的老兄 就算几杯黄汤下肚 也记得要帮助受伤的小鸟 好感人哦 根据《炎湖城论坛报》报导 Tim Crowley当时和几个好朋友 在邻居家玩 突然天降奇兵 一只美洲金雀宝宝掉了下来 而且这个小可怜还受伤了 他们帮鸟宝宝拍了张照片 传给北犹他野生动物赋予中心 机构的工作人员 请他们把鸟儿带到中心去 但是他们白天就在喝酒 根本没人可以开车啊 幸好其中一人有个好主意 叫Uber 他们立刻找来箱子 把鸟儿装进去 第一位司机听到 箱子里装着鸟儿的状况后 就聚在 不过幸好第二位司机 愿意载他们 这位好心的司机 Krissy Gohan 告诉福斯13新闻台 他把冷气关掉 车窗打开 好让鸟宝宝在箱子里能舒服点 他们开了25分钟 终于到了富裕中心 这只幸运的鸟宝宝 成功活了下来 还被取了名字叫Pity 该中心说Pity状况良好 也和其他同伴的同伴 相处得很好 他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月内 让Pity回到自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